大家好,我是Stan 2008年Shiny出道之后 SM相机推出了FX,EXO,Redweb,NCT,ASPA,LICE等6个组合 共59名IDOL出道 但是在这59名IDOL之中 没有一个人是这个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 嗯,不告诉你 没有一个12月出生的IDOL Shiny,Onyu,Mino两个人是12月出生 在那之后出道的59名IDOL 都没有12月出生的人 然后和SM相反 还不齐响 都是12月出生 2月23号即将发表迷你第13章专辑的TWICE 2月2号发表了先公开曲I Got You I Got You是一首描绘9名成员灿烂友谊与爱情的歌曲 在模糊而鲁莽的时刻中 因为你而感到幸福 并传达了像往常一样 想要一起克服一切的心情 因为歌词非常感动 所以这首歌被韩国粉丝们称为是 第二个Feel Special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久违的感觉到 真的像是TWICE的TWICE歌曲出现了 真的好喜欢 MV品质也太疯狂了 这几年来TWICE的歌曲都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但这次的先公开曲完全消除了那些遗憾 这首歌曲真的完美符合了先公开曲的角色 他对我的胃口了 他让我对整张专辑充满了期待 希望朱大哥也能好听 因为是先公开曲所以没有关系 但如果朱大哥的品质也只有这样 那真的是完蛋了 歌曲本身还不错 但他们在国内已经没有话题性了 所以可能会继续专注于海外活动 即使有人说他们已经过期了 但只要能维持团体持续发表专辑 就已经是在履行爱赌的责任了 考虑到他们的资历和已经赚得的收入 成员们肯定也会想要从事个人活动 但他们对粉丝和团体的深厚情感 让他们选择留下 这真的很令人欣赏 虽然成绩有点让人遗憾 但这首歌真的很不错 听起来很舒服 希望未来能以这样的歌曲在国内回归 所以对于TWICE先取I got you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點